我很小的時候 我的主母是一個泰雅族人 那他有聞著麵 他每次看到我回到部落的時候 他都對著我唱鼓調 然後跳舞為我祝福 那這畫面對我來說是非常的溫暖 那我記得他常常會煮一碗涼麵 那涼麵上面會醉著幾顆三昌子 那三昌子的味道非常非常的特別 它是檸檬跟柳橙的綜合味道 所以一般通常你聞過三昌子味道的人 應該都會非常非常的難忘這個味道 那我的老朋友 應該說他是我的學妹 喔他跟你的關係肥淺喔 他不只是你的學妹 還是你同鄉的 同鄉他又是泰雅族人 然後他是在後山 我們住在新竹堅持鄉的前山 所以我們又是鄰居 哇 然後我這一次的這個廣告的主唱 是他幫我唱的 喔所以今天廣告女主角來到現場 廣告的主唱也來到現場 那當然老朋友就交給你歡迎他了好不好 讓我們用最熱情的掌聲 來歡迎 文蘭 哈囉 Lennie 今天在場我們一群人打聲招呼好久不見 哈囉 所以我們一群的大哥 大群人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午安 今天真的是情意相挺來到這邊 來歡慶好朋友的這個新產品上市 可以跟大家先聊一下 你跟威德的關係是什麼 他剛剛講的那些同鄉啊 學妹啊 在我們在高中的時候 然後我們是青年高中 然後我們是藝術類科的 然後說我學長 別怎麼那麼紅啊 我的媽呀 你剛剛是不是喝太多的 這個山山子雞 我又看到你來他害羞 很熱 那以前在學校的時候 學長他就是在 那種流行啊 時尚他就走得很前面 走在尖端的男人 對對對 所以我們那些學妹學弟 就只能看著他的車尾燈這樣 對 然後沒想到過了 過了十幾年之後 然後就有來到台北 然後又遇到了學長這樣 就是原本真的很巧妙 真的 所以現在在工作上 還是常常會有一些接觸對不對 是 哇 就是靠學長幫你打造完美的頭髮 所以大家常常看到 我們那美麗的造型 很多時候都是來自屋營的橋手 其實我今天帶 就是來 我們還有一個使命 就是 就是 剛剛學長也說 我們也是同鄉嘛 然後他是住前山 我是住後山 那 那 學長他的前山 他的 他部落 海拔比較低 所以他所有的山艙子 都是要到後山海拔 一千以上 然後去採收的 是 對 那 我背負責我們後山 祖先 還有 祖 助理 還有 祖長們的 族人們的使命 是 因為他要研發這個山艙子的時候呢 幾乎把一千 海拔一千以上 我們後山的山艙子都拔光了 然後呢 所以如果沒有賣 沒有賣到一定的產量呢 族人們就會下山來出場 學長 哎呀 學長 你要加油啊 我會 盡全力 三上的長輩都有交代 交代你今天出來交代這句話 我已經讓他知道 好不好 拔光了我們的三艙子 你就要為三艙子負己得任 讓更多的好朋友知道他好處 是 那 那一定要問一下就是身為老朋友 他有沒有先優先給你堅持 有沒有研發過 當然 當然 那優度感覺怎麼樣 呃 我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很 你知道 你知道那種 呃 電腿蠻蠻不勝好當的 所以呢 我們常常會呢 你知道 工作的時候常舞蹈會常流汗 所以我的頭皮非常容易就是出油啊 然後 呃 用了就是 三艙子之後 就是會 比較 頭髮比較不容易出油 然後到隔天都比較保持蓬鬆的感覺 對 要當電腿女王 首先就是要 頭皮不容易出油 那有時候 你在甩頭髮的時候 整個都黏在上面 會露墊 會露墊 哎呦 會露墊這樣 所以是要電腿蠻蠻 你頭髮一定要呈現一個蓬鬆 乾燥 分放的狀態 是 真的 你用過之後 非常非常的喜歡 是的 哎 你看 你被學妹認可了耶 對 對 非常非常 真的 情義 想你今天來到現場 那 你當然趁這個機會 為你要好好感謝 除了感謝學妹 好好聽到 感謝的人非常多 然後要非常感謝所有的美麗大哥大姐們 然後還有那個王心田 是 沒有他就沒有眾美麗的畫面 還有Landy 謝謝他為這個報告獻成 非常小心 好小心喔 這麼少 再來就是我要感謝自己 你讓他越來越緊張了